主料,糯米60克,地瓜50克,辅量,先玉米20克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糯米浸泡一个晚上,平铺的盘子里,先铺于盘子的一般深度,平铺上一层玉米粒,再铺一层糯米,用一些玉米做个造型,和地瓜一起放进电饭锅里,隔水蒸15分钟,蒸好的糯米取出,地瓜取出。 将地瓜包去外皮放在糯米饭上即可,烹饭技巧,玉米粒也可以和糯米混合一下,直接蒸哦,喜欢铁的,可适当爆些白糖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